美国防目新闻网站4月26号报道说 为了拼凑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 英国海军水面舰队几乎是倾巢而出 目前英海军共有6艘四五型驱逐舰和13艘二三型护卫舰 如按照海军日常战备采用的三分之一原则计算 即在任何时间都有三分之一的舰船巡航 三分之一的舰船准备或刚刚结束巡航 还有三分之一的舰船在造船厂维修保养 那么英国航母的首次部署 理论上已经动用了所有能用的四五型驱逐舰 13艘二三型护卫舰也仅剩两到三艘可供调用 由于舰艇数量短缺可靠性不佳 英国重振其全球影响力的野心也被划上了一个问号 今年3月16号英国政府发布 《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整体评估报告》 意图在脱离欧盟后塑造全球英国的形象 而海军无疑是全球英国战略构想的重要一环 3月22号英国国防部发布了与上述报告配套的文件 《竞争时代的国防》 文件提出 在本届议会任期内 英国用于建造海军舰艇的投资将翻一翻 达到每年17亿英镑 据悉 目前英国正在建造八艘下一代的二六型反潜护卫舰 和五艘下一代的三一型通用护卫舰 文件提出 在此基础上 英国将建造更先进的三二型通用护卫舰 预计2030年代服役 此外 英国将评估下一代的八三型驱逐舰概念 到2030年代晚期 用其取代现役的四五型驱逐舰 在核潜艇方面 英国正在建造下一代五位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共四艘将取代现役的前卫级 并继续建造三艘机敏级攻击核潜艇 使其总量达到七艘 文件还提出 建造三艘为航母打击群 提供后勤保障的大型干货补给舰 滨海巡逻舰 多功能支援舰 以及多功能海洋监视船等一系列目标 我这几个人 以后 吹